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 我们首先要配置一下环境 sdltdf的配置方法与安装同sdltimage极其相似 大家可以参照游戏制作第四课的内容进行配置 介绍一下sdltdf的基本用法 投文件将sdltdf的库含数包含了进来 因为只有包含它我们才能利用其中的一些功能 其余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与之前所学的基本相似 首先我们有一些变量 其中包含了前面教程中所涉及的背景图片 窗口表面以及事件的结构体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用于存储文本信息的表面 sdltsufferfacemessage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数据类型 tdffund 它是我们以后将要使用到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们在代码里面还有一个新的sdltcolor sdlcolor的变量 它是我们渲染文本时间要使用到的 它其实就是给我们那个所加载的字体 加载一些颜色 渲染一些颜色 关于sdlcolor和sdltdf 还有很庞大的内容 我已经将那文档上传到空间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下载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部分的学习 在下一部分的学习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加载优化的函数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给大家讲解多次了 凡是你要想要加载一些图片的时候 都需要将这个函数写上去 相当于是一个固定的套路 我们都需要使用到它 在这里面包含了优化加载 也包含了在这里面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学习到的关键色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 初始化我们的tdf 初始化tdf的过程和sdlt的初始化极其相似 大家可以看一下代码 第一部分是关于sdl init的初始化 我们想要使用sdl的一些功能 我们都需要第一步来执行它 因为只有执行它之后 我们才能使用sdl的一些功能 关于sdltdf也是类似的 假如我们想要使用sdltdf的一些功能 我们最开始需要初始化它 只有初始化它我们才能 使用到里面的一些输入文本 改变颜色的一些功能 大家不用担心这些代码 我会将它连同教程一同上传 大家可以观看一下 下面这部分是文件加载函数 想要使用字体 我们就要打开 打开我们那个字体 就要用到tdfopenfun的这个函数 其中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所要打开的字体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想要设置字体的大小 很多同学会问 我去哪里找那些字体呢 我们可以 我们大部分人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 Windows系统里面本来就是带有各种各样的字体的 我们可以将它的文件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将字体文件直接复制到我们的呃代码里面 就只复制在我们想要需要的一个程序的代码里面 比如我这是游戏之所吧 我就想呃将那些tdf文件复制在这里面 关于如何找tdf文件呢 我们可以在呃Windows里面找到fonts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大家可以将它直接就直接可以复制过去 然后进行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函数 在主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内容 定义了一个布尔变量quid等于fug 呃大家看到这个会想起到我们之前所学的的事件 呃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有一个message 我们在之前已经变用了这个message指针 呃message指针 然后后边是它的一些功能函数 呃后边这个是一个比较呃比较实用的 用来渲染自己的呃第一个参数是自己的类型 第二个参数是我们想要输出的文本 呃第三个参数是呃它的颜色 我们想要它输出什么颜色 呃我们使用了我们只要使用到了这个功能 然后它就会创建一个表面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表面展示在我们那个框框下 呃当我们已经结束好这些功能之后大家联想一下 我们在之前课程中学一道的 我们加载完了一个图片 呃当我们不要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将要干什么 我们将要释放它 呃释放的过程 呃大家应该还记得首先想把图片释放最后关闭S聊了功能 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一样 首先我们需要先把背景释放 接下来是我们的字体信息 然后我们因为已经打开了那个字体连接 所以我们要关闭那个字体连接 接下来是退出我们的字体 最后我们已经全部退出完了就可以关闭我们的S聊了功能 呃就和你离开家一样 当你离开家门的时候 你需要检查一下家里的一些电器是否关闭 呃最后再关闭门 呃这个思想是一样的 呃在这里面我已经大体的为大家稍微呃讲解了一下呃自己呃 呃sdltf的一些简单功能呃 呃关于它的一些具体实施过程 大家需要刻下自己练习一下呃代码我会上传的 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呃 但不要复制大家可以写一下 因财其他 feminine requesting technology can place the protests 因为在slsdli里面我们只要呃呃呃配置了 Hmmm calculations in the evening 呃呃呃呃比如我们这的然后它里面会自动给我们提示 然后这些提示里面会输出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寻找一下 只有多加练习我们才能更好的进步 为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 然后这就是我做的一个比较简单 在下一课的学习中我们将要用到它 所以在这里面希望大家课下多加练习一下 如果大家对课程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接下来说一下下节课程的课程准备 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学习按键操作 在学习按键操作之前请大家复习一下实践驱动处理 谢谢大家的观看